民眾到醫院準備接種疫苗 仔細看年紀一個比一個還要輕 金門醫院疫苗開打 但年齡層全都是金門級滿18歲的學生 比較靠近樂趣 想說會比較危險 所以說趕快來 住在金門的大學生 要離開疫情平靜的家鄉 到台灣本島熱區念書 聽到能打疫苗都趕緊登記 成為全國首批打疫苗的學生 金門縣政府考慮到我們這些青年學者 分散在各地 因為有些還是在樂區當中 所以我們從今天開始到月底的話 就是接受我們青年學者的預約 當地高中畢業生跟大學生 一共2200多人 首日施打40人次 下週開始每天預約接種150人次 全社都是打AZ疫苗 美國地區會不承認AZ 但是我是要去英國 所以歐盟是有開放AZ的施打 年輕人在台灣本島沒有辦法那麼快打到 有難得機會打疫苗 學生們都趕快把握 縣服的政策保障了金門孩子在外就學 有足夠的保護力之外 也能保障家鄉安全 另外也會再造冊600多名 金門高中職應屆畢業生 希望能夠守住金門島的疫情防線 TBS新聞陳秘超許立凡里 才已經門場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T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